曾经讲过一句 好像很夸张的话 尼弟兄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中国教会的仆人 虽然在一些神学的上面我们不完全同意他 但是他说很简单 基督教信仰就是好人下地狱,坏人上天堂 那天很震惊,不应该是好人上天堂吗 他说那是儒家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说 那唯一的那个好人在十字架上 你若是承认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智慧圣洁公义救赎 是唯一的善,唯一的好 而在他的面前你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不能够自夸 你不能够靠他站立 你所配得的只是上帝公义的愤怒跟咒诅 你愿意信靠他 那么感谢主 他说主就把你好像我们刚才读到的 上的第二节的经文一样 主使人下阴间 主也使人往上升 主教人死,教人活,教人贫穷,也教人富足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好人 你认为你的智慧足以自夸 你认为你的身份足以给你自我的认识 或者是安全感 或者是成就 你不需要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你知道吗 世界上并不只是我们世人所以为的坏人 他们说我不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个世界上在许多人的眼里 所以为的好人 他们也说谢谢 我不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弥陀生说 好人下地狱 坏人上天堂 为什么 就好像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所说的 我不知道别的 我只知道 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这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在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自己真的不过是尘埃 但是你却从尘土当中来提拔 我们这些贫寒人 从奋队当中来抬举穷罚人 主把我们从那必死之地就拔出来 叫我们一个也不能自夸 叫我们一点也不能自夸 叫我们一秒钟也不能自夸 主求你今天 继续地来带领我们 思想你宝贵的话语 并且来挑战你的儿女 建造你自己的教会 叫我们看到我们 在十字架的面前 把我们的邪情私欲 把我们 所受这世界的诱惑和我们内心的情欲 都定时在十字架上 天父求你教我们十 你也教我们生 你也教我们生 你教我们降碑 你也教我们升高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一位 为我们而降碑的 又为我们而升高的 那一位被杀的羔羊 我们感谢赞美 因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 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你 因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 而借着复活的生命 借着你的话语 和你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的心中 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得分 感谢赞美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继续来看 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他继续来推动 这一个愚拙跟智慧 这一对主题 那我们会看到 在这一段里面 他把这两个主题 推到一个极致 在一开始26节的时候说 你们这些蒙糟的人 按照肉体说呢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我在上一周 看到这个姚明 在参加海南的 这个博鳌青年领袖论坛 上面的发言 很感恩啊 他就讲到信仰 他说我第一次去美国 打球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呢 在开始比赛之前呢 会祷告 而且呢 牧师呢 会在每个人的位置上面 放一个小条子 那小条子写着呢 今天祷告的时间和地点 他说我一下子就感觉到 我们跟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我们什么都可以学习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教练设备 所以我忽然在那个时候才知道 我没有的是什么 我们很感谢主 这个姚明 有这样子一个公开的分享 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 我们很希望看到一些名人的见证 我们很希望看到一些很有成就的人 这个世界也很尊重的人 然后他们也信主 然后他们也分享福音 好像我们里面有一种 你知道 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东西 是他们的见证可以满足的 让我们好对着这个世界说 你看我们基督教 有智慧的也多 有能力的也多 有尊贵的也多 我就在想 反思我自己 我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情节 甚至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当我看到福音在城市里面开始传扬 甚至在知识分子 或者社会的各种阶层里面传扬 然后我看到 你知道传统对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是什么 就是三多 老年人多 女人多 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多 然后你不断地去看到 对啊 我们要尽量地改变这个局面 我们很感恩 我们为每一位神的儿女来感恩 无论他是CEO 他是大学教授 他是有尊贵地位的人 或者是有才华的人 还是他是街上的流浪汉 还是他是那受逼迫的被捆绑的人 我们都为每一位神的儿女来感恩 因为他们都是主的宝血所救赎的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到 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三多的时候 或者三个不多的时候 你们里面有尊贵的不多 有智慧有能力的都不多 我又看到 当我们听说人家说基督教有这三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怎么来思想呢 保罗在这里看到 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危机 就是哥林多教会呢 它已经成为一个城市教会了 它已经成为在商业非常繁荣 我们也讲文化也非常鼎盛的一个城市 甚至进入到希腊文明的中心的地带去了 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的会众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在三个方面呢 都会出现一个蛮大的差异 一个呢是在祈福方面 穷人跟富人都到教会来了 那会众里面呢 这个收入的高跟低呢 就会开始呢 拉大一个距离 我们在古代哥林多城的这样的考古跟研究里面 会发现呢 在当时的希腊 有一种呢 因着这种社会经济的进步 有一种庇护人的制度 就好像后来欧洲出现的一些杀龙 就是有一些贵族的家庭 或者是一些贵妇人 他们来办一个沙龙 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 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家族的身份 或者是用他们的财力的支持 来支持一些呢 民间的团体 或者民间的一些活动 甚至保护他们 在某些时候呢 免受这个政治的打压 或者是呢 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所以在欧洲后来的历史上 有蛮多这样子的 在这样的一些家庭跟人物的庇护下面 来发展的文化 或者是呢团体 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希腊也是一样 譬如你可以在哥林多全书里面看到呢 亚区拉跟白区拉夫妇 他们呢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你看见他们呢是本来罗马人 后来受到逼迫呢 他们的公司在罗马开不下去了 所以来到哥林多和保罗一起呢 同行就是支帐篷的 那你会发现后来他们又去了 尹夫所 后来再回到哥林多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呢 他们都支持当地的教会 甚至他们都开放他们的家庭 所以保罗说呢 都要问在亚区拉百区拉家里的教会 你会很清楚 有宅经家一些学者来考察说呢 他们其实是一个 在当地很重要的一个 家庭教会的庇护人 或者我们今天叫开放家庭 那他们应该是呢 做这个帐篷的这个有限公司 而且生意是做得蛮好 在罗马 在哥林多 在尹夫所都有分公司 所以他们不管走到哪里 他们都支持当地的教会 他们都用金钱去支持教会 他们都开放他们的家庭 甚至呢可能在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 如果他们有蛮好的一个社会关系跟网络呢 他们也会成为政治上的一个 甚至保护或者是缓冲的地带 那第二一个方面呢 你会看到在哥林多教会的知识上 那也有从低到高 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那至少在里面呢 保罗并没有说他们没有尊贵的人 没有这个收入很高的人 没有有智慧的人 因为既然哥林多的会众会认为保罗的言语出弩 那说明他们当中是有知识蛮高的人 在希腊里面有很好的文化造诣的人 他们才会这样子去评价保罗 但是保罗却确实说不多 不多 这样的人在你们当中不多 我不知道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如果有这样子的人 如果有一位其实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主管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商人 你知道犹太人无论在哪里 他们都很会经商的 我相信哥林多教会里面 也会有一些在当地 甚至很举足经重的一些商人 但是保罗说不多 可是如果你是的话 弟兄姊妹 你坐在上面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来面对这一句话 那保罗在说什么 难道像耶稣所讲的 你们妇人进天堂 就好像骆驼穿过真眼一样的难吗 那另外你也会看到 在社会地位上 从底层到所谓的主流社会 那都充满了哥林多的教会 所以他们在财富 在地位 在知识上 都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吸引了 我们从一个方面 看见主的福音 在人类的历史上 的那一个激动人心的力量 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 你也会看到 在教会来到中国之后 中国社会里面 中国历史上 出现前所未有的 这样的一个令人 激动人心的一个社会的变化 就是各个不同的 社会阶层里面的神的儿女 他们开始彼此的认同 你相信一下 在哥林多的教会 有一个奴隶和一个奴隶主 他们在同一间的教会 他们一起跪在那里祷告 他们一起来领受圣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多么 令人激动的画面 这是一个多么 对当时的社会 是极大的挑战的一个画面 从这样一个画面里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 至终会改变整个的人类 所以很感恩 但是呢 反过来 这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的 穷人跟富人 奴隶和奴隶主 或者没有知识的人 和有高深知识的人 对他们来讲 这又是一个 何等巨大的功课和挑战 你们已经被带入了 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入了 一个与你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相反的 那最伟大 最奇妙的 在基督里的一个生命的团体 但是正因为你们是刚刚被带进来 所以对你们来讲 又是何等的艰难 怎么可能 在这几重的差异当中 去有合一的圣徒的群体呢 怎么可能在这些差异当中 有这些差异 我当作没有呢 所以保罗所讲到 哥林多教会 所面对的 他们的纷争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程度呢 是因着他们社会 地位 知识 智慧 以及他们的财富 的这些差异 使得哥林多教会成为了一个呢 既感恩 既令人激动 也让人看见 充满了生命当中的那些功课 那些挑战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甚至你可以说 还是一个呢 在基督里 但是还不太稳定的群体 他们所有的功课 所有的难处呢 都从这里面来 那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呢 深化了对于卓和智慧的理解 什么叫余卓呢 保罗用了几个词 他说 软弱 卑贱 被人厌恶 甚至就是讨人厌 或者无有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坐在下面呢 或者你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 你心里面会开始紧张了 你会如坐针针了 你会觉得 保罗说我笨 我就认了 因为这只是一个智力问题 他现在开始说到人格问题了 他不是攻击智商啊 他攻击我人格啊 他说我愚卓 现在他开始解释 这个是卑贱 哇 你会不会觉得 对你的挑战积蓄得更大了 保罗用 这几个词来形容 那个愚卓 那个诗人的愚卓 你们是软弱的 你卑贱的 你们是令人厌恶的 你们是无有的 所以你怎么来面对这些话 当我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试想到我自己这几年信主蒙渣的经历 我也试想到我里面的骄傲 还有哪一些的部分实际上是没有退去的 那我就想到说 当你读到诗篇113篇 或者刚才诗篇113篇是引用 上的第二章的经文说 神从城土东来台举贫寒人 从粪堆当中来提拔穷苦人 你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都是城市里的教会 我们都是中产阶级的信徒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工作 有很好的收入 我们都穿得很体面 你会不会读到这样的经文 想 这个主要是指乡村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会怎么来面对呢 当耶稣基督最早在加利尼开始传福音的时候 他引用以赛亚的书说 他用高高了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我是贫穷的人吗 甚至我是被贱的人吗 我是令人厌恶的吗 我是软弱的吗 我是无有的吗 我明明什么都有 我要怎么来承认 和看到我是无有的呢 我们不要简单的呢 快速的呢 从一个灵异的一个解经说 那个贫穷是指到我们灵性上的贫穷 我是可以非常富裕 但是呢 我承认我灵性上贫穷 当然了 但是在整本的圣经里面 你却不断地看到一个呢 很清楚的事实 就是耶稣基督 以及全能的上帝 他不断地拣选弱者 不断地拣选穷乏人 不断地拣选被侮辱的人 就好像托斯托耶夫斯基 所写的那一本小说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来到教会的 信靠主耶稣的 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因为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自己的忧伤 都曾经受过伤害 曾经经历过 或者今天还在经历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主 他进入妓女 税吏 罪人 乞丐 穷人的当中 与他们认同 我们清清楚楚的 确实是看见 好像一个现象说 不但是好人下地狱 坏人上天堂 我们看见福音是 传给穷苦人 甚至我们在 两千年的教会的历史上 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耶稣基督的福音 和基督徒的这个群体 往往是以社会的中下层 为主题 在二十年前 有一个美国的学者 叫做亨廷顿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预言 就是说 欧美的基督教的文化 将衰微 而伊斯兰的 这样的文化呢 将这个兴盛 所以他说 这个世界所发生的 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伊斯兰的崛起 他非常的 有一点绝望 他有一点 对西方的一个失望 他说 为了最大的冲突呢 就是伊斯兰 和基督教的冲突 而在这个冲突当中 我们看见的是 增长最快的是伊斯兰的世界 而信仰 而基督教信仰 不断地在衰微 这个是呢 亨廷顿在二十年前 发出来的 好像盛世的维言 但是在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呢 在宣教里面 我们很清楚地看见 亨廷顿 没有看到的一个事实 在过去的十年 有两本很重要的书 一本呢 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教授 菲利普所写的 战金斯 说下一个基督王国 还有呢 就是在前去年 这个英国的经济学家 这个杂志的主编 所写的一本书叫 上帝回来了 God is Bank 他说 他在那里面说 2050年 中国 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宗教中心 中国将成为全世界 佛教徒最多的国家 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中国将成为 整个世界的宗教的一个中心 有一个宗教的学者 国内的中学者 他估计说到2020年 职业以后 中国的基督徒将达到两个 成为全世界基督徒人口 最多的国家 在下一个基督王国这本书里面呢 他讲到一些的数据 他推翻了亨廷顿的这个预言 虽然欧美的基督徒 不断地在减少 但是呢 1900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宗教徒 在全球人口当中 只占1.66% 虽然基督教影响了 整个欧美社会2000年 不过在1900年的时候 只有1.66%的人 是宗教徒 但是到了2000年 100年之后 这个世界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全球人口的17% 成为宗教徒 增长了10倍 100年前 非洲只有1000万基督徒 100年后 4亿基督徒 占非洲总人口的50% 1949年 中国只有83万基督徒 经过30年的逼迫 30年的边缘化 30年的羞辱 30年的穷房 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 到了几百万 再过30年改革开放 今天是8000万基督徒 增长100倍 所以 在今天全世界 发展最快的宗教 仍然是基督教 但是 基督教的重心 发展最快的地区 就是全世界 最贫穷的地区 最动荡的地区 专制的社会 受逼迫的社会 亚非娜 成为今天世界 基督教的重心 所以 他们想说 你要看到 基督教 从来都是穷人的宗教 中国家庭教会 也是这样子 所以在宣教上 有人把这个 亚非拉的世界呢 你知道这个世界 曾经在毛泽东那里 被称为是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是穷人 欧美是富人 所以穷人要站起来 反抗富人 他们要用他们的 这一个政治上的 这一种 这一种公益 政治上的 这一个地位 要去得到 他们的解放 这是毛泽东 所讲的那一个 这个第一世界 第二世界 跟第三世界 之间的冲突 但是 几十年过去之后 我们看到 全世界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基督徒 集中在这个地区 白种人 已经不再是 这个世界 纠叫了中心 福音传播 最兴盛的地方 就是在政治上面 动荡不安的地方 就是在经济上面 极度缺乏的地方 就是在 福音不能够 自由传播的地方 2000年都是这个 所以 当你去看到 在欧美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以后 为什么有那么多宣教士 离开他们 舒适的国家 离开这个世界上 最富裕的国家 去到这个世界上 最贫穷的地方 宣传扬福音 因为他们读到 这样子的经文 他们没有办法 好像今天 海外华人教会 有一句说法 叫做 坐着花轿上天堂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坐着花轿上天堂 你没有办法 来面对 主耶稣基督的 这些话 他要求你 与边缘的人群 与被侮辱的人群 与受苦的人 与底层的人 与无知的人 与卑贱的人 认同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 所以保罗 对着 哥林多教会的 会众讲 他不但是对着 他们里面那些 在社会上 卑贱的 没有钱的 没有地位的 奴隶讲 你们不要因为 你们的那一个 受苦的地位 你们就自意 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受苦也会自意 就好像中国 过去 祖宗八代 是贫农 这是我的一个 政治上的本钱 因为在 那种政治的力量 把这个当做是公义 所以保罗说 你不要自夸 你要夸 只有夸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但是保罗也对着 他们中间 那些尊贵的 那些有知识的 那些有能力的说 你们也一个都不要自快 你们的这一切 根本不算什么 你们仍然是 无有的 卑贱的 软弱的 被人厌恶的 你们随时要 预备者 往低处走 我在上一周 去到北京 我去摊访 手腕教会 几个被关在 家里面的 牧师跟长老 我到他们的家门口 他们不能出去 我也不能进来 我们就站在家门口 这个 要祷告 我很感恩 因为他们好像是 代表着城市 甚至知识分子的 教会的群体 我有一个感动 当我这周来 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城市教会 要受到的一点的逼迫 是帮助我们去认同 我们受苦的弟兄 游冠辉长老 以前是北大的老师 在前两年 已经被迫的 离开这个学校 孙艺长老是 这个人大的老师 他已经被关在家里 十六天 我去的时候十六天 我相信 经过这一次之后 他也无法在人大 再教书 在过去的这三周里面 手腕教会 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姊妹 因为户外的崇拜 失去了他们的工作 还有好几个弟兄姊妹 因为是租房子住 因为房东 这个警方施加压力 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房屋 需要重新的去找房子住 我的意思不是说 弟兄姊妹 今天你要放弃你的工作 赶快去找一份清洁工来做 也不是叫你去 挣更少的钱 而不是挣更多的钱 但是呢 耶稣基督始终是呼唤你 在你今天的那一个位置上 在你今天的那一个 好像社会的地位 以及因此所给你带来的 你心中的那一个身份 上面离开 往下走 预备着神随时要给你拿掉 预备着去认同 那些更卑微的弟兄姊妹 预备着随时在神的面前 去承认自己无有的地位 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我看到另外 有一个国内的宗教学者 他是一个不信主的宗教学者 他研究中国当代的宗教的发展 他讲到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发现 现在这个社会上 最主要的一个现象 就是宗教的现象 就是富人拜观音 穷人信耶稣 有钱人呢 就是去烧五万块 或者十万块一柱的乡 但是他说 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 在这一个时代 他们没有出目的人 他们遭受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不公的人 他们在这样一个制度上面 他们有伤痛的人 甚至他们可能 没有完全的与这个世界的 权势的中心 财富的中心来认同的人 他们越来越多开始信耶稣 这是一个不信主的 学者的观察 其实当我们今天 来看到家庭教会 你会发现 虽然我们今天很感恩 福音进入了城市 也很感恩 福音进入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一群在城市里的 甚至我们当中 有许多人受过很好的教育 也有很不错的工作 甚至有比许多的人 更高的收入 但是我们当中 也有许多的人 他们没有很好的收入 甚至他们是在 社会的最底层 但是你看见一件事情 当你说中国有 八千万基督徒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教会 在政治逼迫 没有完全的接触之前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 没有完全的完成之前 中国教会的主体 始终是社会的 中下层民众 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社会的 财富的中心 权势的中心 和知识的中心 不相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但一个罪人 所组成的社会 它越往上走 那罪的一个 结构性的影响 跟势力 对福音的抵挡 这会越加的 严重跟强大 所以保罗不是说 你们教会里 没有有尊贵地位的人 有知识的人 但是不多 你们看一看 你们的周围 不多 无论秋雨之福教会 怎么发展 它不太可能 跟成都市的 权力中心有关系 也不太可能 跟成都市的 财富中心有关系 甚至也不太可能 跟成都市的 知识的中心有关系 虽然在我们当中 有这样子的人 被主所得着 我们为每一位感应 但是我们在心里 要问我们 我们是不是厌烦的 那个三多 老人多 妇女多 受教育程度的低 多 我们是不是如此的渴望 我们的当中 有能力的多 有智慧的多 有尊贵的多 我们是不是 那样子的渴望 我们当中要有知识分子 我们当中要有企业家 我们当中要有局长 我们当中要有处长 把这一切的身份都拿开 阻止看见一个一个 可怜的灵魂 阻止看见一个一个 世上的灵魂 有的时候 一些年轻人谈恋爱 我发现有些时候呢 他们会有一些争达 就是呢 他们发现 他们觉得对方的家境 如果不是很好 如果对方的出身不是很好 对方的社会地位不是很高 两方的家庭之间 会有这样子一个差异的时候 即使是在婚姻当中 都会带来这样子的挑战 他就会想 结婚意味着什么 跟他结婚意味着 忽然多出一大群穷亲戚出来 好 所以你的爱 可不可以大过这一切 可不可以承受和接受 这个给你带来的挑战 包括在这种关系 生命关系里面的这种挑战 这个挑战也是对 哥林多教会的 所以弟兄姊妹 在今天的中国 在今天的家庭教会 作为一个基督徒 是什么意思 就是多了一大堆的穷兴器 我们在乡村 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各层各乡 我们在各个社会的阶层里面 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一起跟他们说 一个都不要自豪 在主的面前 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保罗接下来说 我软弱 我最怕我占经 为什么 在人的思想 人的智慧的面前 我不会软弱 最怕占经 当我思想 我自己信主的历程 我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读过很多的书 我发现说 我把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些 著名的思想家的东西 看了之后 我发现说 虽然我很尊重他们 敬佩他们 我觉得我自己想出来 但是我觉得 我经过努力 是可以我可以理解的 我没有觉得 他们的思想 让我又软弱 又惧怕 又占经 我觉得我是可以 跟他们对话的 但是就好像保罗一样 当你来到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面前的时候 你就又软弱 你就又软弱 又惧怕 又占经 你来到神的 奥秘 神的大人的面前 什么是神的奥秘呢 什么是神的大人呢 什么是神的智慧呢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弟子的家 所以我们去看这一节的经文 虞拙 在这里 不是与 软弱 悲贱 业务 无有的一个 并列的关系 乃是保罗继续用这一切 来形容那个愚拙 而圣洁 公义 救赎 也不是跟智慧 神的智慧 所并列的一个关系 乃是保罗用圣洁 公义 救赎 来形容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什么是真正的愚拙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人的愚拙 跟神的智慧之间 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对比 不但是好像 你觉得 哦 余卓吗 只是跟我的智商有关 不是他在这里挑战你整个的生存的状态 挑战你整个的甚至你的人格 你的人格需要被重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而这个是神的智慧 什么是这一个的智慧呢 你会发现我们说 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 这个密集的使用智慧这个词 就是在希腊文当中的这个索菲亚 那这个词呢 当然保罗最后也用这个词来指神的智慧 说神的智慧跟你们不一样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真正的智慧 他也用到这个索菲亚这个词 但是呢 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呢 那最根本的是用诺果是神的道 来形容呢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智慧 和福音 而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词主要是指到那一个希腊式的 那一种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 雅典跟耶路撒冷之间 在2000年当中的一个张力 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呢 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继续会看到 在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上 诺果是跟索菲亚 这两种不同的智慧跟知识 之间的也是有一种张力 你们看到在这个 君士坦丁堡 修的那一座 某个意义上可能是最漂亮 最宏伟的一座教堂 1000多年的历史了 那当东罗马的皇帝 修了这座教堂之后呢 他进去他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荣耀 他当时说了一句名言 他说 索罗门啊索罗门 我超过你了 然后呢 他为这个教堂 定了一个名字 就叫索菲亚大教堂 所以从这一个词呢 你就可以差不多看到 整个东正教会 传统的智慧的方向 东正教的灵修 东正教对神的智慧的把握 东正教对信徒的成圣 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就倾向于呢 神秘主义的 奥秘主义的 这一种对索菲亚 这一种智慧的寻求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 对智慧 如果我们从那个文法上来理解呢 他是指到说 人的愚足是怎样的 然后神使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智慧 然后接下来的这几个词呢 是来形容这个智慧 就是圣洁 公义 救赎 或者在下一段里面呢 更加的直接 我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 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所以离开了这一个道 我们所讲的高举圣经 唯独圣经 这一个基督十字架的道 你没有办法理解神的智慧 你不但是 要把自己的智慧除掉 要去接近神的智慧 而且你在对神的智慧的把握里面 你唯独透过十字架 才可以把握 就像我们讲到这五个唯独 你才可以把握 不然你的把握呢 这会走向神秘主义 甚至东方的 甚至中国禅宗式的理解 道 智慧在哪里 在瓦土当中 在奋队当中 在这个万物当中 然后要通过神秘的方式 个人奥秘的方式去寻求 保罗在这个地方否定 虽然在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西方近代 这个初代教会的 这个最主要的 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异端 就是诺斯蒂主义 还没有成形 但是保罗在这里 已经看到这两种智慧的 一个区分 什么是洛斯蒂主义呢 就是追求那一种神秘的 奥秘的和泛灵 或者叫泛神论的 那一种的 的一种所谓 灵性的智慧 那么在今天 影响这个世界最大的 就是所谓的 新纪元运动 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的 他们相信有神的 但是他们却活在 那一种奥秘的智慧里面 因为他们的智慧里面 没有 因为他们的智慧里面 偏离了 十字架 那我们也会说 这也是呢 教会内的 灵恩运动 其实受到新纪元运动的影响 他们开始偏离了 耶稣基督的 Nogos的 这一个十字架的 道的话语的能力 离开这个 来寻求圣灵的恩赐的时候 那我们会看到 在哥林多前书的 后面的部分 保罗会特别来讲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很感恩 我们承认自己是 无有的和卑微的 什么是穷乏 什么是粪堆 如果你看到 有人在 垃圾桶的旁边找吃的 你看见有流浪汉 在这个桥下 或者是街边 你知道那个叫 卑微的 那个叫 卑贱的 但是在 希伯来文里面呢 地狱这个词的 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指到 耶路撒冷城外的 那个垃圾场 那个垃圾场 这叫地狱 所以那意思是说 弟兄姊妹 无论你今生有什么 智慧 能力 地位 若是不经过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你至终呢 这一个美好的宇宙 与你无分 你最后是活在 垃圾场 你是生活在 垃圾场 你的门牌号码 你的这个邮政编码 通通通都在 垃圾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在那一个意义上 若不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 就是 分队当中的 我们就是 卑贱的 我们是 该下地狱的 我们是 灭亡之子 所以你在神的面前 你真的是要成人 我是卑贱的 我是无有的 夸口的 当指责 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夸口 有钱的 在 《献贱耶利民书》里面说 有财富的 不要因着财多而夸口 有知识的 不要因着知识而夸口 勇士不要因着力大而夸口 夸口的 单单以你 认识耶和华你的神 你的神是爱你 并救你的神 单单因着这一点来夸口 所以什么是粪堆 什么是 卑贱 什么是无有 什么是贫穷 我们实实在在地知道 包括了 现实当中的困境 各种的困境 疾病 欺利止善 情感的伤痛 职业里面的失败 物质的困顿 穷乏 也包括了 地位上的卑微 然后也包括了 道德上的无人 最后当然也包括了 我们灵性上的 穷乏和虚空 福音是传给这样的人 在韩国有一个牧师 长老会的牧师 他讲到韩国最大的教会 就是纯福音教会 赵庸基牧师 全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 但是赵牧师的信息 确实充满了许多荣耀的神学 跟成功神学 他相信说 并且也教导说 信耶稣基督的在今生 必要得着现实的许多的祝福 所以基督教信仰会慢慢变成什么 为什么基督教信仰离开欧盟 在亚非拉 成为了信仰跟福音传播的中心 因为基督教信仰 永远不可能是成为一种 荣耀的 成功的 体面的 高雅的 亨通的 甚至万事如意的生活方式 哥林多教会面对这个危机 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 也面对这样的危机 所以这是主 还没有把那外在的逼迫 给我们挪去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爱我们 他要我们 还有许多的机会 来反思我们自己 去认同我们的弟兄姊妹 他教我们知道 福音是传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他教我们看到西方的宣教士 是怎样离开 那舒适 体面的生活 来到我们当中 他也呼唤我们 预备离开你自己今天 体面 荣耀 成功 亨通的生活 而更深的进入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的那一条道路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 求你教我们看到一条 完全跟这个世界不同的路 就是人往低处走的道路 因为耶稣基督是走这一条道路 天父教我们活在这一个哥林多的世界里面 活在成都 中国这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不以我们没有几个富朋友 没有几个尊贵的朋友和关系 我们为此 我们以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穷朋友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服饰里面 没有那比我们更卑微的 比我们更无有的 比我们更软弱的肢体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为这个 为我们的羞耻 天父求你来挑战 在教会当中 无论是在财富 无论是在知识 无论是在地位上 处在这个社会 按照肉体说 不同的地方的人 你把我们都带到你的十字架面前 我们站着的时候 我们好像高矮不同 但是因为我们一起跪在你面前的时候 都是一样 就是一个都不能自夸 天父教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对你十字架的信靠跟随的怒当中 我们才能够经历我们 彼此之间的那生命的关系的合一 天父我们看见保罗 如此严厉的 这样子的好像责备 跟教导跟劝勉 所以我们知道是因为他深知 在永恒当中 上帝的拣选跟保守 是因为他 对于他和他的听众之间的 在主里面的那一个不变的关系 有不同寻常的一个坚固和认同 所以他才能够这样子 在爱心当中来说诚实话 因为在世人当中 我们真的知道 话说到这样的地步 关系就要破灭了 唯有在主里面 关系说到这样的地步 关系还可以成长 说求祢不断地来破碎我们 天父我们求祢怜悯我们 说教我们 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 在教会当中 我们真的 活在那种不变的关系里面 我们才能够去经历 在这种关系里面 更深的软弱 彼此的伤害 饶恕 这种关系在耶稣基督里 一同得分的 祢自己的应许 天父我们感谢祢 求祢把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再次往 更低的地方带 因为我们希望 祢把我们的灵魂 往更高的地方带 所以求祢怜悯 这个时代 那一切贫穷的人 软弱的人 卑贱的人 教我们传福音给他们 教我们知道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不以我们 以有穷亲戚为止 我们不以我们没有 与这地上的王子同坐为止 我们单单地以 我们与你 天上地下那 唯一的 真正的那一位王子 与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 同坐为荣 我们若是真实地 如此地来 与你同坐 我们有什么 可自夸的呢 我们又有什么 以福音为止的呢 我们有什么 不是领受的 主啊 我们为什么自夸 好像不是领受的呢 求你责备我们 你拣选 这世上的弱者 你拣选 这世上的无知者 你拣选 这世上的卑贱者 主愿你 让我们在这样子的 认识里面去看到 寻求我们的使命 说我为什么 会有财富 我为什么 会有知识 我为什么 会有好的家境 我为什么 会受良好的教育 我为什么 会有才华 和恩赐 主啊 如果这一切 使我们 在人前自夸 求你拿走这一切 如果我们看到 在这 你赐给我们的一切 的赏赐 当中 看到我们的使命 求你帮助我们 带着这 从天上来的异象 向着标杆直跑 把你所赐给我们的 完完全全的 再一次的 献到你的面前 感谢赞美神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我们一起 低头来默想 今天神的话 这一段的经文 再一次来打动 带领我们的想 我们唱诗113首 耶稣在万民上 耶稣超过万民之名 愿我的名 归于无有 愿耶稣基督的名 被高举 愿在世上一切 君王的名 归于无有 世上一切财富的名 归于无有 单单 唯有基督的名 被高举 耶稣基督的名 归于无有 耶稣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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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无有 耶稣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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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离开的呢 所以你说我们若是与你 一同受苦 就必与你一同得荣耀 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靠着神的大人已经从实力复活 我们恳求你 照着你自己的话 和主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 圣灵的能力 将这柄分别为圣 为养你自己的百姓 叫我们因此在你里面 也蒙你所赐 那无尾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 像孩子一样的来仰望你 身乎你阿爸父 主教我们记得在圣餐 知道我们是回到了 主耶稣基督的家 就是主的身体 祂的教会 永生神的家 真理的根基和注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知道 今天你提拔我们 使我们与王子同坐 使我们的卑贱 是那么的独目 但我们今天的尊贵 也是更加的躲墨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领受这饼的时候 我们说主啊 我们怎能 我们怎么配 吃喝主的身体 天父你实在是把宝贝 放在我们这瓦器中 愿主你迎离每一个你的儿女 来预备他 你受圣餐的心 在你面前 真心的祷告 悔改 有恳切地呼求 仰望你的恩典 感谢赞美神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在一起唱 耶稣在万名上 耶稣 哪里 耶稣 神 你在 你 救出 荣耀 我知君 马威利 有神正道 谢我们同主 张先生 耶稣 明天朝晚宇 受苦的义苦 败贼色神 负色神殿 永恒之王全 宗师的良好 保护人 我请预备好的弟兄姊妹 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 没有预备好的弟兄姊妹 请你继续在你的座位上来祷告 我请从最后一排的弟兄姊妹 陆续地走到前面来 请师班 为我们唱 君之主说 病之日 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而舍的 主的身体为你而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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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身体为你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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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主的身体为你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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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我们感谢祢,祢来到我们当中,以我们当中最卑贱的来认同,最无知的来认同,最软弱的来认同 祢在肉身当中,并非没有经历过那一切的试探软弱,祢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在肉身当中的这一切,所常常两个律在我们三命中的交战 你眼目的情欲,你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何等的引诱我们 那来自这世上肉体的身份,何等的使我们自夸 主,我们来到祢的宝座前,就让我们在祢的面前说,主啊,若是祢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所拥有的健康被剥夺,财富被剥夺,或者其他所有的被剥夺 主,祢就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祢所经历过的一切,也去认同我们的弟兄姊妹 主啊,我们常常希望,当我们在经历病痛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深地去体会那些经历病痛的肢体 我们若是有一天被人辱骂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去体会那些曾经被辱骂的肢体 所以你常常借着我们,好像我们进食的祷告 为着那些受逼迫的肢体,为着北京守望教会 为了在中国各层各乡,在那些你的儿女进食的时候 也借着我们身体上的感受,那一种与他们的认同 不但是从我们的大脑,而且是进入我们的心灵 甚至变成我们身体上所能够经历的感官上 那一丝的痛苦,一丝的这样的舍弃 好叫我们有一点点可以去认同我们的弟兄姊妹 天父若是你猜浅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 要离开他今天舒适的生活,去那不舒适的生活 离开那高收入的生活,去那低收入的工作 离开那舒适的环境,去那危险的环境 如果是为着传扬你的福音 如果是为着不以自己自夸 而单单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口的那 跟随你的心智 主啊,就求你成全他们 就求你带领他们 给他们这样的心智 天父我们 在你的面前 我们恳求说 让我们 再也不以任何的 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来自夸 只以我的里面 属于基督的那一个新的生命 所彰显出来的基督 他那叫人活的心向之气 来把夸耀、颂赞 都归给我们的主 阿们 求你使我们 在我们的家人、宁舍、同事的面前 主啊 叫他们看出我们什么都没有 叫他们只看出我们有耶稣基督 阿们 主啊 求你使我们在他们面前 能够有美好的见证 让他们看见我们的谦卑 看见我们对你的仰望和依靠 看见我们在他们的面前的生活方式 是一种离了你 就不能够继续的生活方式 是 你就使用我们来打动他们 感谢赞美神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请直视扩大会的在场的弟兄走到前面来帮助我 一起把杯分领给弟兄姊妹 这是主的宝雪 为你们而留的 这是主的宝雪 为你们而留的 这是主的宝雪 为你们而留的 这般我们一起唱诗《万古磐石》 163首 《万古磐石》 为我开 容我长生在主怀 愿饮逐流水脱血 心我一生煮嘴边 心我泪怀全情结 最后我会尽初面 伟众我们一起唱 情报指导命中时 一生留爱永不知 依旧古人数罪过 唯有耶稣能求我 两首红红无代价 靠主生命在世家 我来空手交出钱 十字架下求爱恋 十生望主此一生 若若靠主别挡枪 无悔尽到我水旁 恳求心我便能忘 各位姊妹我们一起 再一次祷告 请茶 来领受主的宝血 我们一起祷告 再来唱第三段和第四段 我来空手救主前 十字架下求哀怜 赤身望主赤衣赏 落落靠主便刚强 污秽进到活水旁 看求喜我便能忘 我来空手救主前 十字架下求求哀怜 十字架下求求情我便能忘 十字架下求心我便能忘 当我呼吸欲行,当我灵中目吹笔,当我伤身到天旁, 请建主在宝座上,万古盘事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 阿们。大家请坐。 让我们继续怀着一颗敬拜的心,我们以我们的十一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 与我们的奉献盟主的月纳。 我来为大家诵读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三到十七节。 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今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 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雨,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 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的献上这一切的物。 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的奉献于你。 我们请今天服侍的肢体把奉献袋送上来, 传递给今天有奉献计划的弟兄姊妹。 也请诗班拜领我们来唱第五十四首《天赋世界》。 奉献祝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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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赋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赋全能。 这是天赋世界,小鸟暂时飞鸣,尽成明亮,豪华美丽,成明天立今生。 这是天赋世界,他爱不尽万千,风吹之潮将他表现,天赋充满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求主将我护忘,罪我罪难,好想得胜,天赋全能掌管。 这是天赋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世王,天地通常,歌声充满万房。 我们来为着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来向神献上感恩。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你赐给我们生命,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原本是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上,没有带来身外一切的东西。 主啊,今天你却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无论是我们在永生里,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甚至我们今天在世的,我们肉身生命所需用的一切,你都没有一样不给我们。 主啊,我们向你赐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心,愿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要用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回应。 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祝福你的这帮儿女,愿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感恩的,感恩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因为没有感恩就没有喜乐,没有感恩,主啊,就没有真实的生命。 谢谢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和感谢,阿们。 好,我们迎来,有一个,在汇报当中有一个预告,一个是下星期五,我们一个成都,今年的成都影像周,播那个放映爱晓明的纪录片,我们的娃娃,那么是纪念汶川大地震三周年,这样一个放映分享会, 是在星期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可能大家讨论下来差不多十点钟,在我们教会的主堂。 那么还有一个预告就是,五月十四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到七点,我们有一个学人讲座,圣约学人讲座, 由扎藏平博士来主讲,他的题目是,令现代艺术与圣经中的寄居。 也欢迎,弟兄姊妹到时候能来参加,我们在那通知都在我们走到的公告栏里也有。 那我们这个月的,五月十二号,我们到六月四号,是我们教会每一年的为国家祷告月, 那么在这期间,我们就有很多的祷告会, 其中,五月十二号,禁食祷告会,题目是,偶像必全然废弃。 这是在五月十二号那天,就是星期四,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年了,时间, 但是我们也一样来纪念,在那次地震当中,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震动了,那这世上不能震动,所谓的不能震动的国。 我们下个月,每月的,在这个月,每月的祷告会有在五月二十号, 星期五,愉悦节之歌,题目是,来分享诗篇的一百一十四篇。 等一会儿我们下来,四点十分到十七点, 我们的每个月的会友分享会, 希望我们所有的会友,以及会友的家人, 能够参加,参加每个月这一次的会友分享会。 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留下来参加。 那么不是我们教会会友的, 那么在聚会结束以后, 当我们这个会友分享的开始以前, 请你们离开这个礼拜堂。 好,我们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周报的封底, 我们看到为封底的代导事件, 为神国、神家和肢体的代导, 我们为大家,我们就看到下面就是有这个, 第一个,我只给大家, 我们来说,来给大家报告这个第一个的代导, 就是我们继续的为, 那个守望教会祷告, 那么我们教会有个决定, 就是参加了为北京守望教会的, 禁食祷告的这样一个网络, 我们教会认领了每周二为禁食祷告日,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 在一个或多个的周二, 参加三餐禁食的祷告, 三餐禁食的祷告, 当然,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求神来加强, 加增我们的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软弱的话, 我们也不一定完全的三餐都来祷告, 但是在神面前, 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 立下这样一个心智, 因为这样一个禁食祷告是全国的家庭教会参与了的, 是为守望教会, 所以说我们也请教会, 请在我们教会的公告来的禁食祷告的名单上报名, 因为这个在各地的家庭教会的禁食祷告中, 我们有这样一个竭力的祷告, 将这个祷告将持续到守望教会的世界和平以及顺利的解决为止, 解决为止, 我们一起来为同生的来为守望教会这样一个来同生开口祷告, 求神来兼顾他们的心, 也求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为他们代祷代求的心, 让神通过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代祷代求, 能够使我们能够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 请大家起立。 天父感谢你, 谢谢你代表我们的心,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您面前, 为守望教会, 先当前的祷告, 求你赐我们给你自己孩子一个愿意为他们, 主要来使用祷告的心, 一个禁食祷告的心, 主要你要借着这样的祷告, 主要来看, 查验所有在这地上, 你的儿女们为了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我们愿意为他们的祷告, 谢谢主,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愿意保守我们定在日边, 这样的祷告, 谢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来为守望教会, 守望祷告, 主啊, 因为这是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特权, 所有属于你儿女的特权, 就是让我们的祷告, 主啊, 能够迎着我们的祷告, 主啊, 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你所挑动, 被你所更新, 主啊, 让我们的祷告, 主啊, 能够达到你的耳中, 你要看到在这个地上, 所有属于你的儿女, 主啊, 都是属于你的教会的, 作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我们为我们受苦的肢体祷告, 主啊,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样的机会, 主啊, 我们恳求你保守, 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 还有那些牧者们, 主啊, 他们在这样大的压力下, 在他们有可能失去工作, 或者学业, 甚至他们挣钱的机会, 还有他们甚至连自己居住的地方, 主啊, 甚至都居无定所的时候, 主啊, 就求你, 以你来怜悯的心肠, 来保守他们, 我们唯愿你的旨意成就,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 送主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家民,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义识,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见试牌,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力,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请王一长老, 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告, 兄姊妹, 我们以信心领受神的祝福,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实质向的能力, 祂的宝血的赦罪, 我们的天父上帝, 祂的慈爱, 祂永恒的心意, 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兼顾, 大人的彰显, 引导, 安慰, 交通, 藏与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神的儿子, 每一位基督徒同在, 从今时,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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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我们有请 如果有第一次来参加秋卫支付教会 主持崇拜的兄姊妹 或者木道的朋友 请你们从你们的座位上站起来 让我们来认识你们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请坐 让我们弟兄姊妹在 聚会结束的时候 与他们有这样的交通 那么我们今天 先请师班退场 我们的聚会 今天聚会就到此结束 请弟兄姊妹 对彼此问安 谢谢 还有 我们四点钟正式开始会有分享会 因为今天时间还比较充裕 对 所以 我们在拥有 高朝 十几二七 看 我们 看看 还有 看一下 角色 像他们秀喜 可以参考 他没有反对 预备会 有个掌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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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